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看影片之前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按下旁边的小时 问下最新的上盘 或最新的市场消息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找到Vivian 和Astor 两位专业人士和我们分享 关于江门的 城市发展 或是人材 招商人进方面 大家都了解到 城市发展 可能是短期方面 看回政府的政策 中期方面 看回城市的土地 和大型基建 最主要是人口 如果人口有的话 城市发展会非常好 不如Vivian 我知道你也是香港人 但在江门这边 发展了二十多年的历史 可否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当初你会来到江门 去开发这个事业 首先因为我本身都是江门人 你本身是江门人 对 因为我的哥哥都会在江门工作 所以就回来了 回来江门后 会觉得多了很多机会 这十多二十年 大陆的发展也很好 反正觉得在江门的机会 会比香港更加多 而且因为生活很便利 生活的质素会高了很多 像我那样 在江门会每个礼拜都可以去打球 随便都可以打球 那真是很多 我立即去开发展 立即精神了 因为我经常 香港人回来 都是要问我 有什么好东西 在广州 在深圳 过来的朋友都是这样的 他们特别是 喜欢过来那边吃东西的 你还记得Keng过呢 每次丢过来吃 我们的 岳海面 酒地鸡 烧鸵 你很喜欢吃柴火烧鸵 柴火烧鸵 荔枝柴烧鸵 柴火的食物 即烧鸵 很香 江门很有名的 古井烧鸵 我认为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烧鸵 没有之一 没有之一的 一定是最好吃的 这个我昨天也有试过 我们去了古井的 烧鸵一条街 它是一间平香的烧鸵 最正宗的店 因为我也是听这些朋友的解释 很多香港人专程鸡车吃 深圳珠海很多人 在深圳珠海 你会发现很多旅游车 和私家车 排队就在这里吃 其实这里有很多烧鸵 找到一间柴火烧鸵 已经很好吃了 我听师傅说 高丰时期节假日 可能要承销三四八只 这么多 很棒的 你试过吗 我试过 你试过吗 我试过 他说那些是马肛的鹵 大概就养到七至八斤 有研究 七至八斤 我们知道很好吃 它是开瓶的马肛 我专门有个地方 有个品种特别好吃 那种鸵肉的特色特别好 它是特别肥的 还有全部吃草 那边有种草 吃得特别肥 有味荣 口感会特别好看 马肛鹅 除了烧鸵 还有海鲜 海鲜 海鲜啪啪市场 咸鲲蟹 对 还有维肯那边 因为是淡淡水交界 很多你喜欢吃的蟹 特别好吃 我知道蟹一定是咸淡水交界 生产出来才是最棒的 台山市饭 还有陈皮 江门的陈皮是很有名的 新培陈皮 我们那边也有陈皮村 有很多用陈皮做的各种各样的美食 这个我也去采访过 我还找到吴村长的外甥 帮我们去参观 因为我才知道 先不说陈皮有什么特别 大家都识过 一个陈皮村里原商的陈皮 你可以拿到银行抵押 还作为投资的产品 这个很大开眼界 我自己觉得 是的 而且陈皮真的很有用价值 只有生活的陈皮 才有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怕痰止咳 润肺 润肺 清热 幸好我们这段时间 那个新冠 江门的陈皮卖得很好 很多人 我们本地人每天都会煮陈皮水喝 去预防新冠 好 新冠有个甜水村 就是那个甜水村 甜水村的甜水萝卜是特别出名的 甜得来又没有渣 是的 很多深圳的朋友 会叫我寄一些甜水萝卜出去给他们 Phoebea很忙 香港朋友来到 又要带来找些好东西吃 偶尔又帮我们采购一些 很多东西 很享受的 现在是 回到香港 我都会带一些特产回去 现在反过来 平时就说 我带很多东西要过来 但是要是带回特产 给香港朋友 很多人都要求 找我海面 记不记得 上次又拿着绿箱 整枪 因为我们排车 很方便 整天都拿回香港 派给亲戚朋友一起吃 我想听到 香港观众已经流口水了 隔着苹果都流口水了 现在都是因为籍情关系 暂时通不了关 希望我们可以 尽快跟内地 到时香港朋友可以 亲自来江门的地方 品嘈当地的美食 刚才也说过 一个城市的发展 除了政府有政策 我们越谷大湾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江门 特别是珠江西岸 这个也是珠海 中山和江门 组成了一个珠江西岸的都市圈 我们亦是珠江西岸的龙头的城市 第二就是我们土地 因为江门的面积 都比较大 差不多有十个香港共大 它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 第三个最重要的是 这个城市的发展 才能起身 很靠一些人才 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个人才 方面的专家 Ascar 来讲解一下 我听闻你都是跟江门政府 很关系的关系 和任务之缘 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例如你怎么认为香港人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香港 去创业和就业呢 其实我来到这里都是三年多 先讲讲故事 三年多前都是因为根据社团的团体 来到视察 我们叫做交流 交流体验 交流团 后期可能政府知道我工作的背景 我是做猎头公司的方面 国家的政策也很需要 地方也很需要一些人才 方便和一些隐进一些外面的 好的项目 高端的项目 那时候开始很热 很诚意地和我商量 是否有兴趣帮助到江门 我自己回去 其实一直都有想的 在香港那段 三几年前 香港的市道说 要面法向中国 去望回全世界 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就和几个伙伴 正正式在这里视察了几个月 做个视察条件 对 发觉自己的本身条件 那方面是适合江门 第一 那时候也没有大湾区 没有这个概念 对 没有的 但是我经常都觉得 跟政府开始聊天 他们可以给到什么人才的优惠政策 给到一些项目的有什么优惠政策 发觉他们是非常有诚意 而且是真的有思想 有步骤 以及是怎么去乐力去 希望推动到 代言到那些人才和行目进来的 那我就决定在这里 开始试 已经三年多了 引进了十几个项目 坦白说 江门属于三线城市 如果是一些项目进来做科研 这里未必可以配合好科研团队 一起去帮他们做科研 但是也都是知道自己本身不足 政府会找外面 联合周边那些 例如广东省的研究院 他们是策略的合作伙伴 而拉动那班技术人员 去帮助企业在这里做研发 我看到的动力是 他们知道如何拿资源去帮助 他们会很主动地建策 和帮助 这是很重要的 很利活 非常主动 而且他们真的很有心 我比喻 可不可以说 可以 三色台和亚洲台 亚洲台 龙头棋就未必可以被我拉动 我说的是一些比较中型的 或者是初创而有 一些很有前景的那些 你去到深圳一线 或者去到北京上海 可能政府未能看到你 以及未能大力去拥抱你 重视 是的 但我 等于我是TVB的三四线演员 但我去到亚洲 我就是一线 就是主角 但很重视 和很多傾斜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佛成长会快很多 也都是来到江门面向全中国是一样的 江门整个工作公司的成本也是低的 而是华侨之多 我自己本身都对中国的文威 因为是外国读书 其实都是半涵半淡 我都会水土不服 但江门所有人都是看TEE 即是三色台 所以他们很理解香港 外国读书 因为华侨的人 这里有四百多万人口江门 其实另一个江门的华侨 就是海外 海外 所以他们对于所有外面的文化 是完全融合的 这里的 惯性的 同声同气 所以进来不是很大的差异 当然我都会来到有少少水土不服 有同事各方面的人都会很近 去帮助和沟通很多海归 海外归来的留学生 都会帮助到 海归都是由出生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 如果真的要做一个初创客 踏入中国 我觉得在江门是适合的 起码融入是快 和政府的支持 资源方面很倾斜 很拥抱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条件 还有很多政策 例如人工赌 大量的基建 已经很有策略 整个规划都出了力 我记得三年前的人财政策 或者有些高端的项目政策 等等 到现在三年后 每年升级跳的补贴 或者支持度是大很多 容易很多 在申请程度是简化很多 所以各方面 我觉得已经有很大的进度和帮助 简单一点 江门政府层面都很亲切 江门市民很亲密 所以我们包括港国人士 或者外界人士 来到江门的地方 无论是生活 工作 或者就业 創业 做生意 都是欢迎我们的 听闻 除了有創业 之外 Esther也在这里 置了业 是的 因为初期 初期 有时候来江门工作 都会住一些酒店 但是下来去去都 你知道女士 不要男士 女士 有行李 有行李 住几天又要搬回香港 不如就在这里找个地方宿舍 我叫做 刚好就有些地产很好的朋友 就是找了别人的意见 是的 她的团队 要多谢她 听闻你的房子 现在升值不少 很快 因为我本身工作就是江海区 政府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地方 租金优惠等方面的补贴 我就选择向江海区 環境都很漂亮 所以当地的朋友就说 不如你去回城市区 老区 去逢江区 但我自己在江海区 他们的团队就说 不要啊 在江海区的发展市区 劲爆 当时的江海区 刚刚开展 当时还未看到前景 是的 我认为默默认 我们未必看到政府的规划 投入 是的 看到规划之道 这边的潜力很大 他们知道 但我是一个外人 我认为 好像还在讨论 小区在这里 但是在开发 六草如荫 对 疫情之后 他回来 那个人已经忘了这么多 对 疫情隔了八个月 回来 这么多 已经是高楼大厦 先说升值 他们的意见是发展前历之道 他们就叫我提议 我都是江海区 那门的老朋友 他就说 你当然方便买东西 那里是城市成熟 我就觉得 適合我预算的 当然是去新区 但其实我六月买的 但十二月已经是一倍价钱 在江海区旁边的地皮泡 麵粉已经比面包贵 所以就很好 他们也很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因为认识了你这个朋友 对 他们的团队很厉害 其实真的要找一个很专业的 有心的团队 我想他们是为了我们 也希望给我们一个最好的选择 都跟我们了解 会是你的需要 和你工作在这里 解释得很详细 当时很多朋友都叫我去逢江区 但他们就说 不行 你一定要在这里 我又想到宿舍也好 但其实原来投资也是不错 因为我们说的工作动线 生活动线 在江海区有机会回香港 这边又会近高充 很顺利就行了 你说什么 想高充回香港很方便 住在中山也很方便 所以他们就选择在这里 都这样说 因为都枯化了十几 就是引进了十几个项目 有一半的 就是他很长期的那些 都买了房子 香港有很多香港人做生意 对 还有很多餐厅 好像我们最近去一间三辣蟹 不是三辣蟹 三辣蟹 不是三辣蟹 有一个楼上花园 下次带你去楼上花园 对 是楼上餐厅 花园的餐厅 都是香港人来 不过我们来工作 就点对点 很少周围去看楼盘 最重要是 既然方便要在一个地方 就问一些专业的朋友 可以找一些专家 不是专家 不是朋友 是专家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还有 有升值潜力的 我们都常常分析给别人听 我自己 我作为一个大团队进来 都希望他们 有一住之外 都有一个升值的潜力 当门比起其他区的市 即九加二 那个升值潜力还有空间 我常常说趁时间去买 总观来说 江门 现在整个大湾区 内地搞的城市 包括香港澳门 都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对 是 刚才说市中心的楼盆 都是1.23亿 1平米 还要扮设整装修 1万度 1.1度 如果是1.23亿 已经属于楼盆 很窄 是很漂亮的 不过 我们也说回 例如 刚才Esther 在江海区市中心 买的房产 因为江海区市中心 价位到1.12亿 1.13亿 Vivian有什么推介 例如我们江门 这个地区 她很心动 是吗 我们已经退去 她很想 她很想 但是听说 受贷的情况 也挺紧张 位置在哪里 我不跟你说 是碧海银湖 碧海银湖 是世贸集团 是的 是世贸集团 那边 我怎么说 我说古豆那边 好像是 在古豆温泉旁 是香港人 或是广东人 一说古豆温泉 香港人都会熟悉 有过江门旅行的人 应该知道 就在古豆温泉的附近 是的 大概是5分钟的车程 5分钟的车程 对 好像Esther 像是Dream House 她觉得有洁水 有温泉 我们去现场看过她 第一个现场很多人 你不要介意 我为什么这么不熟悉 因为真的 没有人有空去招呼你 因为那天很坏 我选择星期六月 又有空才去 全部爆炮 那些营兽都没有空 去带我慢慢看 我只能够自己去跨 跨岛 跨岛 会看到海 看到湿地 那边的空气很棒 你走过去都会闻到草的味道 走海的味道 你的团队很好的 她安排我前几天 我偷渡去看了 我好像VIP 因为其实听说 她也要研肢才可以看洋版 有些200多平方米的 是真的看你的银行传接 银行传接 银行传接 银行传接证明 是否达到他们的高端客 基本要求 才让你进入洋版房 他们很好的 他们的力度很足够的 江湖秘惠 我看了三个类型 第一期三个类型 105、130、26多 105做别墅 是 是 我想象不到你的面积 一千一尺左右 她告诉我 我真的觉得 真的是那一只 但是听说 真的很火 所以我也去看看 第一 先说 世贸真的做漂亮 我都知道 所以我就去看看 人家是怎么做漂亮的 我第一个去看 105个单位 我在香港人中产的眼光 去看那间 叫做House的感觉 不逼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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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适的 我可以说 它有很多地方是送 其实可能不是叫送 那就是偷職 偷職 偷職 不好意思 我对我们说 都是送的 因为香港偷不了多少 这些是旁来的術业 一听就知道是专家 我们这些普通的旁来发声 就是赠送 你问我 你问我四合丸 有没有买 有没有机会买 我想我要是很高的 很多钱才买 但是 那里已经有一个 105的 105 已经有一个四合丸的感觉 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厨房 之后一出去了 有一个大的中庭 那你真的好像觉得 可以坐到中庭和喝咖啡 往上之间是一个 open area 然后才进入一个厅 正式的客厅 客厅 然后那一栋是主流 自己的主流 客厅上面是睡房 化妆室 那样 已经觉得 嗯 而且价钱是绝对中产 可以买到 不是香港的中产 香港的中产 如果买个房子 是光门本地的中产 也可以买到 百多万 左右 最低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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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价钱真的很吸引 而且 世贸用料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怀疑 是的 第二个是 目标是130 更加不用看 用得更漂亮 位置更加多 有一个很大的楼台 吸引之处 就是可以有一个 引入温泉水 它是帮你拉管进去的 温泉入壶 可以拉到自己家的平台 它可以拉在库楼上 就是浸温泉 你想想起的玻璃 看着上面 浸着温泉 浸着月光 看着星星浸着温泉 可能很多观众都误解了 以为温泉泉有两次有效 温泉是要长期去泡 对身体才有一个长期的作用 我知道温泉水泡完 不会皺皮 而且是坏的 我不知道是长期浸的 只是皮肤漂亮 你一次半次都可以做个肌肉 但好像有些老人家 会有关节压 他需要泡十天或一个月 才能够治好温泉水泡 还有温泉水泡很低 只有0.3 可能国家不会再批准低的温泉水泡 全中国都没有0.3 那么低的温泉水泡产品 所以这是全世界都会关注的项目 因为这些产品是以前的温泉水泡 现在不会再有 空间感很大 而且他们的地方周围有很多 他真的自己去光树的地方 不是说是杂草 全部都好像是一个 我们经常说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 是的 马尔代夫 的感觉 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我想说 五蚊 因为我是很怕蚊 很奇怪 我想想像中 因为我没去过 因为你两个偷过去了 对 又不通知我 因为是湿地公园 有很多花花草草 又是近水的地方 应该会有很多蚊 但你刚才说是因为没有蚊 是 因为我以为有很多蚊 我已经全身做了防御草丝 我朋友 是男孩 是肥子 他是怕蚊 同我一样 都是容易给蚊子 但是去到 是没有蚊子 然后问为什么 他就因为咸淡水 空气交界 是不会有蚊子的情况 就是蚊子不可能在咸淡水里 自身 是的 在淡水里 是静止的水 应该是活水 是活水 我带着蚊子 给我的朋友 他说不需要蚊子 但是我们出到 逼返岩湖 然后去农床 吃东西 他没有做防御草 才咬到猪头 这个不错 我觉得是负蚊子 因为他有湿地公園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吸引 对我来说不是养生 我认为投资价值也有 投资度假 不是 原来他的规划有个大学城 在那里 大学城过来 是4-5分钟的问答 因为我紧张是引人财 原来这个大学城 其实我在香港的教授 也有说过这件事 我不能知道是在那里 所以其实会有很多高端的人财 我说的教授 或者一些项目在大学城那里科研 其实这班都需要一些很美丽 优质的生活 其实那里是有潜力 这个绝对是他们一定会 我觉得是一定的 如果他们在生活 是一定会买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香港人 我就会觉得是真的到的 或者是养生 但是如果真的生活做的 其实这都是投资的 我觉得很多珠海人都会过去买 珠海和澳门人都会过去买 珠海和澳门人都会过去买 其实珠海过去很近 就是西区豆门那边 过去我们这个 生会这个 硬户室地公园那边 大概40分钟到 因为现在是这个崖门大桥 现在是崖门大桥 现在是崖门大桥 对 对 所以到时 我穿了两个专家来谈 我怎会做些公布 他还在推动我们 去看什么 我觉得 江门的发展 其实都是很依赖一些大型的基建 我们现在在江门 接着珠海的西区 豆门那边 靠一个艾门大桥 接着有黄马沃大桥 其实将来 我觉得住在江门这边 或者和珠海 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别 心中不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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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将深圳和江门出口 有延长线 在江门出口 在深圳过来江门这边 都会很近 明白 包括我们香港人 经常说 珠澳大桥 西延线就是鸿河大桥 在珠海那边 其实明年都会通 再长一点 就是我们的黄马沃大桥 即是在香港 可以在策立国机场 一路坐车过来 我们的迫害行户 这个项目 可能是过半小时之内的车程 一定可以 因为我们之前都试过在 人工到过去 应该是一个小时 我们在南昌 香港南昌站过来 我们去到潮连人才岛 人才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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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个小时45分钟 所以如果能够到 迫害行户湾湾那边 应该是 应该是 过半小时 在香港 回家了 很方便 对 所以我觉得会很适合 可能在大陆 早上开车来 然后 或来到 妈妈在下班 也行 因为是在家自己 不用等酒店查 应该是有时间 对 对 正常开车 很方便 很近的 不过也是这么说 以前 例如香港观众 他们没有亲戚朋友 在江门这边 他们经常错觉 觉得江门好像有点远 不是很方便 刚才听Vivian说 你在南昌那边 你开车过去 江门这边 都在说一个多小时 再在人才岛 那边再提到 这个 我们的项目 可能最多半个小时 最多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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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 点到点 另外就是 香港观众朋友 每个都喜欢美食 吃东西 民以食为天 刚才大家介绍 一说起 这些是荣雷飞食母 例如说出名的 可能是生会尘皮 也有古井丝河一条街 也有咸淡水胶街 这里的鞋特别漂亮 五黄有鞋 海有鞋 海鲜 是的 因为碧海岩湖那边 台山都很近 应该是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那边已经有个海鲜批發 海鲜一条街 对着大海去吃海鲜 除了碧海岩湖很近 在古德温泉之外 其实来的台山都是很近的 周边有很多好食物 台山大家都不用说 都是很出名的 海鲜 可能是黄鲜饭 之类那些 台山黄鲜饭 你都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江门朋友多 哈哈哈哈 江门对待一些外来的朋友 都很包容 城市的宽容度很强 是很安全的感觉 是很安全的感觉 江门本安全 治安很好 非常好 我可以说是全中国治安最好的城市 是的 难怪我这么有信心 我自己都没有找到 你看到城市 在这一刻 很多女生自己出街 你就知道 是很安全的地方 那时真的跟其他东莞 有泰杂 我之前听很多朋友说 泰杂 外流进去 对 他在街上不敢拿袋 因为江门本身 暂时说 本地人会比较多 而且他们都是因为僑鄉 很多早年出去打拼 江门人最出名的是什么 蓋拼、蓋藏、藏天下 藏金山 很多已经去了外国 刚才我说过 一个江门就在这 另一个江门就在海外 因为他本身有经济环境 大家都在国泰民安 所以不会有打架劫舌 做一些坏事 偷骗 可能他们会比较容纳 接纳到外边的人 是很包容的 职纳度会高一点 因为有桥乞 很多外流的资讯 别人的素质会更加斯文 有礼物 对 眼界又比较开阔 因为都是去外国 很有质受 非常好 前几天我订阅朋友 这些人开车 看到客人 看到客人 会停车 离药 基本上每个人都要 因为他们都会扣分 大家会形成一个习惯 即是生活很舒适 工作方面 通常有很多机会 生活的舒适度也很好 最重要是政府肯去支持 和扶持 欢迎支持鼓励和扶持 如果香港朋友想来就业 创业 当然会找回Azta 这个专家 对于房地产投资方面 有什么疑问 大家可以作为朋友 聊聊聊聊聊聊 分析 可以找回Vivian 当初Azta投资买楼 也是找Vivian 我们当时很精明 没有买到一个传统路程区 去选择一个江海区 一个新城的规划 因为新城政府 一定会投资很多钱 去打造 很多政策倾斜 其实江海区 除了江海区 刚才也有再说过 例如银湖 奔海新城区 政府也有很多 无论是金钱方面 也好 税务方面 人财招商 人众方面 也好 都会重点去打造 银湖 奔海国际申请区 而在那里 也有一个非常适合香港的项目 我自己本身都很深套 是一个别墅为主的一个项目 还有湿地公园上的一个别墅 湿地公园上的一个别墅 别墅也很罕有 还要望海 还要望海 还要湖景 还要温泉入湖 还要一个105 这么小的面积 但入到空间 一点都不焗促的 但我听说 第一期才有 第一期才有 第二、第三期 他们的饮水管 不知道 未肯定能不能散到 这么多饮水管 所以肯定能保证到第一期一定有 对 他们的规划很大 可能后期就不知道有没有 但第一期就肯定会有 因为他们不能散到这么多饮水管 出去做饮水 但他们里面也有温泉区的 有很漂亮的温泉酒店 听说 则是看自己的 都有规划 绝对会 绝对会 是绝对会 是绝对会 的绝对会 大家很清楚 因为绝绝的也是 ショ召造高端 比较比较更漂亮的 产品 最早期就是 上海普通的 石瓦滨港化园 当时全上海最高的住宅 上海附近的城市叫蛇山 有个深坑酒店 地下88层的深度 可以说是建筑界的八大奇跡 亦包括我们香港人有熟悉一点 港珠澳大桥珠海人工岛上的港澳厚岸城 海附近的海附近的海附近 360度海景 我最记得这句话 真的360度海景 因为在一个岛上 岛上是四边违海 和四边横海 即是预算可以肯定买得过 我觉得小孩都专门选择地理优势 这些是钱买不到的 不可能是湿地人望海 天生的就是一个基础 好像九河城 也是360度海景 即是有个独一无二的地段优势 所以香港朋友 因为之前Bivian和Astor 就去到现场参观 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去世贸碑海人工 实地去考察一下 到时有什么问题 都去联络我们 我带你去 你带我去 到时就麻烦Vivian 我们一起去考察一下 Astor说 你一定要看5D 5D剧完 5D剧完 我不露 我不剧头 我自己亲事去驚派一下 不知道是驚派还是驚喜 驚喜又驚客 非常之期待 他做得很好 你一定会心动 好 其实世贸的东西我也是有信心的 有信心 是一个信心保证你的 今天的分享可能差不多 因为Astor也很忙 我知道 Vivian也是在八忙之中抽空过来 帮忙和大家分享一些 可能房地产投资的经验和心得 Astor说可以协助到香港人 如果想在创业生活 港澳 港澳 我都有很多澳门团队 港澳有时都可以 欢迎你们来 有很多在香港的朋友过来 今天分享到此为止 多谢Astor 多谢Vivian 谢谢 下次有机会再见 拜拜 拜拜